最新!国税总局责程调查范冰冰涉税问题,崔永元回应。 来源,成都商报,综合自法治江苏,法治日报编辑小掌柜投稿爆料加微信115218万9111。 崔永元报范冰冰四天6000万天价片酬,并起第一四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偷漏税等前规则,日前有了最新进展。 由于范冰冰工作室在无锡,无锡市冰湖区地税局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取证,相关情况有待后续由税务机关权威发布。 5月28日,崔永元通过微博发布了几张艳密合同照片并配文,你不用表演,你是真烂,合同中应有范冰冰名字,其中曝光合同约定片酬未税后1000万元。 崔永元微博截图 一天后,崔永元又再度报范冰冰采用大小合同,另行约定片酬5000万元,两合同共拿走片酬6000万元,而实际上范冰冰只在片场演出四天。 崔永元微博截图 范冰冰方面发布了一则严正声明,称崔永元侵犯合法权益,散布谣言,构成诽谤。 范冰冰冰工作室 范冰冰工作室回应,公开发布泄密合同并公然侮辱范冰冰的行为,既破坏了商业原则,又涉嫌侵犯合法权益,并称相关网络用户及媒体未经核实散布谣言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 范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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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6月2日,崔永元微博有了新的爆料,我家产史官说,这就是大小合同。 小的是演出200万,大的是策划兼职748万加90万,再拿一麻袋现金。 这还不算一线的,我家产史官说,好像有个法律管这事。 老有人通知我家产史官小心安全,我也得夺好。 崔永元微博截图 崔永元还直接点出好像有个法律管这事,并截图刑法条文。 崔永元明氏事件走向预期,将最后由法律定调。 这对范冰冰方面来说,无疑压力深大。 刑法第201条对逃税罪明确规定。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移,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中规定,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教通知后,补缴因纳税款,缴纳至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权威法学专家认为,如果税务机关调查阴阳合同客观存在且行为人涉嫌逃税,应当依法下达追教通知,得领补缴并缴纳至纳金,涉嫌犯罪的应移送公安机关。 崔永元怒死范冰冰,或许只是揭开了明星并税逃税的冰山一角。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蔡大通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税务机关有义务将此作为重要的案件线索,查明是否存在这一阴阳合同的事实。 范冰冰冰或者扣脚义务人是否涉嫌逃税,甚至是否属于单纯孤立的个案,还是普遍存在的演艺界的潜规则。 范大通认为,如果最终被证实,阴阳合同是可观存在的事实,且行为人、纳税人、扣脚义务人,涉嫌逃税。 范大通认为,按照法律之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得令纳税人或者扣脚义务人补缴税款,缴纳至乃金,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范大通认为,如果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明知阴阳合同这种情况存在而不查处或者查处一部分,或者因为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而没有发现这一情况,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有可能涉嫌逊私勿必不争,少征税款罪或者顽固职守罪。 这个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众多,对其走向,值得也需要全民关注。 蔡道通还认为,按照刑法的规定,纳税人或者扣脚义务人涉嫌逃税,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因纳税款,缴纳至乃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涉税犯罪的立案标准的规定, 纳税人或者扣脚义务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再补缴应纳税款,缴纳至乃金或者接受行政处罚的,不影响刑事责任的追究。 蔡道通还点评说,如果最终证阴阳合同是虚假的,借崔永元明知事不真实而加以传播,那么崔永元有可能涉嫌诽谤,应当还范冰冰一个清白。 崔永元独家回应,调查是好事。 这是个好事。 3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崔永元,他表示,自己已经从网络知晓了此事。 不过在他看来,无锡当地税务部门如果真要调查此事,首先应该给自己联系核实,我现在不能给你说,但如果联系我的话,我告诉他们怎么查, 这一查一个准儿。 除此东方IC。 接二连三的在网络爆料,崔永元接下来还有什么大招? 对此,崔永元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一切看心情,如果对方有什么反应和举动,自己一定奉陪。 对于自己爆料后的人身安全,崔永元说,已经在网络上收到威胁的信息。 崔永元表示,自己之前在网络主要是发泄对刘振云、冯小刚的不满,没想到引起了那么大的关注,还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我,看来我做的是对的。 三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多次拨打范冰冰工作室工作人员电话,同时发去简讯,试图采访范冰冰方面。 截至目前,他们暂无对此时作出回应。 记者从范冰冰工作室官方微博看到,除了5月29日,针对崔永元微博帅大小合同等发表严正声明,再没有回应此事。 3日下午,据NAPS央视新闻,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已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法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将在已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应试从业人员,依法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措施,加大征管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